Kelvin 兩年前與台灣朋友一起創業 成為了台灣 AdWorks 創業加速器的培育公司之一 今年初他們推出了叫車平台Tesco 很快便吸引到台北4,000輛的士採用 而且準備進軍台灣其他地區 Tesco 的特點是用戶可以直接在Line 和Facebook 平台上叫車 而且可以透過Line或信用卡付款 司機在完成車程後,在介面輸入車費 而乘客按鈕就可以付款,非常方便 Tesco 的下一個目標是進軍桃園和新築地區 而且希望之後可以擴展至全台灣 Kelvin 現在以創業加簽證 一個人在台灣住了大約兩年 他說生活上都很習慣 而香港人工作節奏比較快 英語表達能力普遍較好 人在以鄉的創業 其實他也覺得是有優勢的 至於住滿五年後會不會申請定居 Kelvin 說未決定 因為他很想和家人一起生活 應該到達到外面 除了五年後,你能再到達到大約五年了 和我和我會記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